白话佛法里面经常有说到 就是无相无为而为 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事 做了之后产生了很多的想法 那我们产生的这个想法 其实就是业障是吧 产生的想法要看的 产生的想法 比方说是正能量好的想法 那就是善举啊 如果产生的不好的想法 那就是恶念了 明白了吗 所以要看的 产生每天每个时间人都会产生想法 只是说你的善良的想法多 还是恶的想法多 明白吗 明白 因为白话佛法里面讲那个无相 就是意思是说 只要是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只要是我们有相的话 就会有业障 就会有漏是吗 对会有漏这是真的 但是不一定造成业障 就是说你比方说 你今天做些好事了 你告诉别人了 我我今天做好事了 你就有漏了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人家你请人家吃饭 人家都肯感恩你从心里 你用不着讲的呀 但是有些人就一边请人家吃饭 你看今天要不是我请你们吃饭 你们好久没人请了吧 你说这样是不是有漏啊 人家吃了都不说你好啊 明白了吗 就是像师父说的 我们一定要无相到底 这样才能够进入空隙 对呀对呀